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回答这个问题呢 我们不妨先从历史地理的字面意义上去猜测一下 历史地理这四个字两个词 从字面意义上呢 是不是可以有历史与地理 历史地理等等解释 那么您们是怎么认为的呢 好 阮宇辰 我觉得应该是历史地理 因为这个应该是主要研究在历史 历史条件下的中国古代的地理状况 所以说我认为是历史地理 好 你们说的非常的正确 我也听到下边很多同学说了 历史的地理 这是看来同学们比较清醒的 但是接下来呢 我还想接着问这么一个问题 即中国历史地理 这门课程 如果把历史地理颠倒一下 你叫中国地理历史 这个课程 这个名称是否可以 看来有些疑惑 那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先放到这 还是先具体的看一下 中国历史地理 它的比较详细的学科概念 中国历史地理 是研究中国历史时期 地理环境演变及其规律 探讨环境与人类活动 关系的学科 这与我们刚才的理解 是非常相近的 在这里面还有一个词 即历史时期 是一种什么样的时间断线呢 我们历史专业的学生 应该要知道历史时期 这个概念 还是请您们说一下 历史时期是从什么时候 好 下面的同学 对于这么一个问题 确实是在进行一种思考 很多同学 我看下面在讨论 那么注意一下历史时期 在这里边实际上是暗含着 即人类社会的历史时期 这种概念 即人类从产生 然后发展的历史 所以人类社会的历史时期 它的时间断线 应该就是 距今二三百万年 一直到现在 当然 由于考古资料的情况 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呢 我们历史地理这门课程 主要的还是要学习 即近一万年以来 到清代末年的 这段时期 历史上的地理的变迁情况 我们把主要时间断线呢 主要集中在 距今一万年 到清代末年 那么从这个时间断线上 我们再回想一下 刚才老师提出的问题 即是呢 这门课程 它可不可以叫做 中国地理历史 来 下面同学说不可以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因为从地理历史 这个概念来说呢 它应该就是说 地理历史啊 给人一种从地理条件 从诞生一直到发展 演变的过程 它的时间呢 甚至可以推述到 很远很远 某些地理的情况 在地球 46亿年之前诞生以来 那么 可以都算作在 地理历史的范畴之内 所以它的时间是很长的 而我们历史地理呢 是指在人类社会历史时期的 地理变迁情况 突出的是 与人类的互动关系 它 不包括 在二三百万年之前的 古地质时期的 地理变化情况 同时呢 也不包括 现代地理研究情况 正好它是处在 中间的时间段上 之前的 叫做古地质学 之后的 我们可以称之为 现代地理学 所以从这样 时间段下来说呢 我们称之为 历史地理 而不能叫 地理历史 那么 研究的主要内容啊 是地理情况 现今的地理学科 研究的内容 是十分的广泛 可以分为 自然地理 和人文地理 两部分 那么 我们中国历史地理 这门课程的 从研究内容上 也大致 可以这样来划分 从内容上来看呢 这本课程 可以分为 历史 自然地理 历史 人文地理 还有 综合性的 理律研究 我们分别的 来说一下 在历史 自然地理当中呢 我们要涉及到 历史时期 地理上的 气候环境的变化 主要探讨了 气候从温暖湿润的 环境 然后向 寒冷干燥的环境转化 它们不断变化的过程 这是历史 气候地理的内容 再有呢 就是 研究历史上 植被 变化情况 包括森林 和草原 在历史上 是经历了怎样一个 逐渐被破坏的过程 它的被破坏原因 是什么 再有 河流 湖泊 等的变迁 古代的 大小河流的河道 都经历了 很大的变化 可以说 河流河道变化 是中国古代 自然地理环境变化 最明显的一部分 同样 有些湖泊也是 在古时 有很多的湖泊 现在都已经消失不见了 这也是我们 历史自然地理 研究的主要内容 再有 历史时期 海岸线的变迁 海岸线的 因所演变 以及海岸地区的 一些城市的发展 我们要 研究 这部分内容 再有 历史上 沙漠的变迁 总体的发展态势 是我们 中国 很多地区的沙漠 逐渐在扩大和发展 这与气候和人类活动 是有关系的 那么在 接下来的 还可以研究呢 像东北虎 等等 一些动物 的变迁情况 东北虎 大象 犀牛 还有像 鸡翅猴 等等 它们 分布变迁 经历了怎样的 演变 并从而呢 来 探讨一下 气候的变迁 以及人类活动的 影响 等等问题 还有 还可以研究一些 植物的变化 包括 农业作物 例如棉花 它是在 中国大陆上 什么时候 开始引进的 然后 它的 分布 经历了 怎样的变化 从中呢 我们也可以 了解到 古时候 人们的穿着 是什么样的 就什么时候 这个地区人 才穿上棉布 也都可以看到 这样的情况 那么在 自然地理的 研究当中 除了 我说的 上述内容以外 也还有 其他部分 比如说 灾害地理 历史上的水灾 旱灾 霜灾 等等 在 哪些区域上 比较盛行 可以对它进行研究 还有说历史上 历史土壤的 地理情况 所以 内容是比较广泛的 那么说到 历史 人文地理呢 它的内容 就更加的 广泛了 在 这一部分当中 与我们以前 学的中国通史 有一些内容 是重合的 但是 在历史地理的 课程当中 我们还重点的 突出地理环境 从地理分布上 去找手 去研究 同时呢 更加的 专题化一些 在历史人文地理部分呢 我们可以探讨 历史时期 历代王朝 疆域 和行政区化的演变 这部分内容 是 一个基础知识 也是我们 研究的 重要内容 王朝疆域 是怎么变化的 里边 行政区化 经历了 怎样的 发展阶段 还有 历史的 城市地理 中国古代城市 经历了 怎样的 发展变化 有什么样的 特点 它的平面建设 布局 是什么样的 这是 历史城市地理 研究的 主要内容 还有 还有历史 交通地理 古道交通 在古代 有多少条 著名的线路 水路交通 又有哪些 重要的 运河 和 其他的干线 它们对 人类社会 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这是历史交通地理 研究的 主要内容 那么除此以外 历史 人文地理 还包括 很多方面 比如说 历史 军事地理 古代的 长城 和关爱 它的历史 发展情况 还有历史 经济地理 古代 農业区 首工业区 它的发展 演变情况 是怎样 还有历史 文化地理 某一种文化 风俗 它的地理 情况 是什么样 可以去 进行考虑 所以 在历史 人文地理 方面 还有 非常丰富的 内容 我刚才 举出的 这些 也并不是 非常全面 只不过 我们这本 课程 不可能 把这些 所有都讲到 我说的是 我们以后 将要涉及到的 一些内容 那么第三部分 就是 综合性的 理论研究 实际上 作为理论来说 前边的 河流变迁 海岸变迁 还有像 城市地理 交通地理等等 每一部分 都有相应的 一些理论 可以探讨一下 原因规律等等 但我们这里边 把研究内容 算作 综合性理论研究 就是涉及到 一些 总体上的 研究的状况 我们去探讨 历史地理学科 它的学科性质 是什么 学科归属 是什么 还有呢 历史地理学科 它的原文地理部分 怎样与 中国古代史的内容 相互的区分 因为我们现在 还有很多内容 非常的重合 还有等等 其他的一些理论上的 宏观上的一些内容 所以我们又把它 单独的列出来 那么关于历史地理 这门学科呀 它的学科体系 可以按照 研究内容 进行分类 有这三个方面 但是学科体系 还可以按照 其他的角度 进行划分 比如按照地域来划分 可以把中国历史地理呢 分为全国性的历史地理 和分区域的历史地理 而现在区域性的历史地理呢 也是我们现今学者研究的重要方面 比如现在 东北历史地理 湖南历史地理 还有广州附近 还有西域的历史地理等等 各个地区的历史地理 都有学者进行研究 并且呢 也出现了很多的成果 这是从地域概念进行研究 那么还可以呢 从时间上 把历史地理学科进行划分 可以分为呢 通论性的历史地理研究 和断代性的历史地理研究 那么现今 这也是一个重要方面 现在像秦汉历史地理 也有一些学者 有了一些成果 那么像其他的唐代 宋代等等啊 也都有很多学者在做 所以这部分 也是具体的细化 也是以后我们研究的重点 关于他学科体系的划分呢 我们就说到这里 重点还是说 基本划分方法 就是按照 他的研究内容来分类 包括自然地理 人文地理 和 宏观性的理论研究 刚才也说了 宏观性的理论研究 包括几个问题 那么现在看来呢 中国的这部分理论研究 相对还是比较薄弱一些 其中一个例证 就是 历史地理的学科性质问题 历史地理这些学科 它的学科归属是什么 即呢 它是属于历史学呢 还是属于地理学 还是属于交叉学科 或者是 其他的学科等等 那么我们现今理论界的 就没有 把这个问题 彻底解决 现在还是处在 争议当中了 一些学者 都有不同的意见 所以这样就形成了 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 就是认为 历史地理学科 属于历史学 因为 从我们今天 中国的这本学科的发展来看 它就是从历史学当中 发展出来的 研究的方法 也都是过去通过 古代文献等等 这样演变过来的 而且现今呢 我们的学科建设 仍然把中国历史地理 放到了历史学的范畴之内 不少同学也都知道 中国历史地理课程呢 它是属于 中国史 这一级学科 下面的 一个二级学科 你考研呢 考中国历史地理方向的 也得到中国史里面来考 所以呢 我们现在说 它是属于历史学科 当然它学科归属啊 在西方一些国家呢 不是这样 它们呢 是属于地理学的 跟咱中国不太一致 所以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呢 这门课程 它属于地理学 因为研究内容 自然地理的 人文地理的各个方面 都是属于地理学的范畴 而且我们现在 要进行研究的话 还要用到地理学的 很多的技术手段 研究方法 所以它是属于地理学的 当然也有学者 就是说还有 因为它是交叉学科 在历史地理中间的 那么更有学者呢 认为它应该成为 一种独立学科 要独立于历史学 和地理学之外 那么随着以后的 科学的发展 咱们这门学科 逐渐的充实 或许真的 有可能 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只不过现在的 发展程度来看呢 我认为还没有达到 这种程度 所以目前 有以上这些争论呢 同学们 你可以先思考 你赞同哪种观点 都是正确的 因为现在还没有一个 最后的定论 从老师本人 个人的观点上来看呢 我还是赞同呢 它属于地理学 它前面是古地理学 后面是现代的地理学 它是处在中间的 时间断线上 关于这个问题呢 大家可以去思考 就不再多说了 我们学习历史地理 这门课程 不管它属于哪门学科 这门学科 对我们来说 都是有着重要的 研究意义的 有着很高的 学习价值 可以说 意义非常多 那么简单来说 我给大家概括为呢 一 有助于历史知识的 掌握与理解 二呢 就是促进 国家经济文化建设 下面我再分别地 举一些例证 首先对于我们 专业学生来说呢 是有利于我们 对于历史知识的掌握的 在这一部分当中 它会我们 使我们的历史知识学习 建构在一个地理的框架范围之内 历史上发生事件 人物 以及各种战争等等 它们具体上发生在哪个地点 我们都会通过地理知识掌握 有一个大致的范围的概念 古代有很多的地名 在学习历史过程当中啊 我们都会遇到 那么以前呢 可能具体解释啊 就相对的薄弱一些 所以在我们这本课上 有些历史地名 我们就要专门要讲那么一节 对于一些我们常见的 一些重点的地名 要做一些解释 现在举个例子来说呢 比如说 官内官外的 这样一个名词 官内官外 官是指什么官呢 请你们 哪位同学能说一下 韩古官 韩古官 是吧 还有没有什么官 还有说是山海官 还有说是山海官的 那即使韩古官和山海官 它们到底是哪个官呢 什么一种关系呢 就是早期的话 就是中文医生早期 它是韩古官 然后直到后来的 明清时期吧 然后才有我们的山海官 这个官的官 就说 好 听好 您说的非常正确 请坐 作为官内与官外呢 确实是 在明代之前 我们一般都说是 韩古官 韩古官以内 即以西地区 以西地区 我们称之为官中 也叫官内 然后东部是官外 那么到明代以后 随着首都迁移到北京 再加上长城的修筑 山海官的地位 就非常的重要了 所以有了现今的 官内官外的概念 而且我们现在的官内官外概念 也就是以山海官为核心的 这是一个名词 还有一个名词 记忆呢 中国古代有左和右的概念 左和右分别指的是什么方向呢 我们会听到有这样的名词 江左 江右 那么江左 左是指的 东西南北哪个方向 东方 是吧 东方 所以江左政权 就是江东政权 三国时期的孙权政权 叫做江东 里边有很多的名词 我们也叫江左名流 那为啥叫左 这个左 与我们现今在地图上看的 左的概念不一样 我们现在是 左西右东 而古代呢 正好相反 实际上呢 是他们呢 古人 以左北朝南 为正方向 左北朝南 所以 他的左方呢 就是东面 右面就是西面 是不是 所以有江左江右 还有辽左辽右 辽河 东面叫辽左 西面是辽右 那么在辽河 东面的辽阳古城 在中国古代史当中 清代之前 一直是东北地区的 核心城市 我们可以称之为 辽左重镇 所以这些都是 跟地名有关系的 一些情况 有利于我们 对于历史知识的掌握 同样呢 对于历史 地理知识的学习 有助于我们 对于历史知识的理解 我再举一个例证 关中地区 以今天西安地区为中心 在唐朝 在唐朝之前 几乎许多王朝都 以这个地区为中心 建造都城 那么 长安地区建造都城的原因 是什么 这样我们就可以从地理角度上 去多方面考虑 首先地理环境 是有它的特点的 关中地区 所处的地理大环境 我们可以看到 它四周为山河所环绕 黄河曾几字形流过 东西南北都有大山横根 北面是阴山 东面是太行山 南面是秦岭 西面也有一些小的山脉 比如荷兰山等等 所以这样一种 相对封闭的自然地理单元 使它具有着非常明显的 军事防御功能 这样呢 在古代 作为一个首都 防御功能必须强了 可以说从军事地理角度 它占有着很大的优势 这是一个方面内容 再有呢 我们可以看到 关中平原地区 河流纵横 黄河的直流 粉水渭水 穿过这片地区 所以呢 它具有着优越的水土环境 在有唐宋之前 关中平原地区气候 也是相对的比较好的 尤其是在 西周之前 就大致在先秦时代呢 这个地区的气候 非常的温暖湿润 有利于人们生存和繁衍 森林茂盛 河流纵横 我据现在的学者研究呢 在西周之前 关中平原 包括大部分黄土高原 在内的地区 它都属于亚热带 而我们现今呢 亚日代则是以秦岭怀河为界了 这一片呢 它属于是温暖 所以可以看到 它的气候条件的情况 所以从历史地理角度 涉及到它的地理景观 还有气候状况 以及水资源状况等等 还有土壤资源等等 都是这块地区 具有着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 也为建造都城提供了条件 当然到唐宋以后 随着长久以来 地域的开发 很多森林被砍伐光了 像唐代和宋代时期 连祁山和六盘山的山地森林 也几乎是采伐殆尽了 所以自然环境遭到了重大破坏 环境发生破坏了 那么从唐宋以后 我们也可以看到 再也没有王朝 在这个地区建造都城了 当然没有建造都城 还有其他的原因 但绝对的 自然地理环境的优越性 是它责定首都的 一个重要的条件 下面我再举一个例子 在西域地方 古时有一个著名的古国 叫做楼兰古国 这是楼兰古国 现今的城市遗址 楼兰古国 西汉以后 逐渐的发展壮大 那么到东晋时代呢 楼兰古国 完全的消亡 古国原来的建筑 完全的阴沸了 这是一种什么原因呢 在过去啊 我们一般都是从历史角度 更多的就是考虑一些 人为的因素 比如说人为的战争 人为的政策 等等去考虑 那么 学习历史地理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从一些自然地理环境上 去找些原因 那么 用来解释楼兰古国的变迁 则更有利 通过考古发现 我们可以看到 它之所以灭亡呢 或者这个地方废弃不用了 是由于气候的原因 既呢 气候干旱 并由此带来了 流经这个地区的 河流的净流量减少 甚至河道改变 那么楼兰古国附近 没有水源了 在那样一个广阔的沙漠地区 必然的会消亡 所以它的自然气候情况 是楼兰古国消亡的一个 最重要的原因 以上举了几个例证呢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 用来说明 历史地理学科 对于我们历史知识的掌握 那么还有一个重要意义呢 就是学习这门课程啊 对于我们现代化的经济建设 具有着重要的意义 那么比如现代的一些农作物 或者经济作物 他们的在某个地区的生长和繁殖 有可能就会通过历史地理知识的研究呢 会促进这些经济作物的发展 举一个例证啊 比如 例子这种作物 我们现在大部分同学都知道 北方是没有中例子的 都是在南方 那么跟例子呢 相关的唐代诗人杜牧 在过华清宫绝句 诗中还有这样两句 一记红尘妃子秀 无人知事立之来 这里边的妃子是谁呢 杨贵妃 杨玉环 这首诗是说呀 一位骑士 快马扬臣 十万火急地进入了大唐内宫 杨玉环非常的高兴 但是外面的普通人呢 还以为呢 是有什么紧急攻势呢 实际上他们不知道呢 这原来是给杨贵妃送荔枝的 给杨贵妃送荔枝 是杨贵妃每天都能吃到新鲜荔枝 这样快马加鞭 实际上是一层一层的转送 那么荔枝是从哪来的呢 主要就是 从四川 还有云南等地 经过汉中地区 再进入到 观众平原的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呢 起码在唐代时期呢 四川地区还有荔枝的生长 但是以后就不行了 从明清时代 四川地区就没有荔枝的生长 荔枝已经绝迹了 但是在上个世纪末呢 咱们中国呢 也看到 说在历史上 四川南部地区曾经 种植过荔枝 这是历史的事实 那么在上个世纪呢 我们都知道 全球变暖 甚至还有 有人威胁说 海平面上升 这世界又发生重大变化 总之呢 是全球变暖了 那么在这样一种 比较暖的气候状态之下 是否可以再 有这种荔枝的生产呢 所以在四川南部的 卢州 宇宾 还有重庆的福陵等地区呢 都进行了大规模的 荔枝的生产 而且 现在看来呢 都取得了重大的经济效益 完全可以生长 而且有很好的经济效益 这是呢 一个例证 再有 通过历史地理知识的学习啊 一些古代地名 也为今天 探矿 找矿 提供了一些线索 比如河北 有一个金厂域这个地方 古城有这个地名 说明它有 金矿 那么后来就是通过 这个地名的线索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文献记载 确实 在河北省的金厂域地区 发现了金矿 那么 现在的金厂域 已经成为了 我们现今中国 最大的金矿之一 这类的例证 还有很多 比如安徽 桂池县的 铜山 根据这个地名 我们也发现了铜矿 当然 古地名 类似于铜山 金山的地名很多 古的时候呢 确实也已经有 矿长开采了 有大部分呢 还是说 现在已经所剩无几了 不是说 所有的地名的 都可以找到 但毕竟是 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 再举一个例证 这是 南新铁路 铁路交通也好 还有 路路 其他的 公路交通 还有水路交通也好 很多的路线呢 尤其是古代的路线 是经过古人 千百年来 不断摸索 才折定的 具有很大的合理性 所以 在我们现今 建造 公路 等等 路线的时候呢 按照 原来的古线路 进行建设 是一个 非常好的 方法 那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国以后呢 有这方面的教训 就是 南新铁路 因为南新铁路 在建造过程当中 有一些地方 采用了新线 为了图静变 和其他一些原因 采用了新线 那么 在新线当中呢 出现了很多起的事故 坍塌 还有 各种的 其他的一些事故 那么 给国家经济 以及人民生命财产 都带来了重大的损失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研究古代交通地理 也是有着重要的价值的 那么 对于 指导现代化经济 文化建设 还有很多的例证 在以后的学习当中 我们 将会遇到 这里就不再 过多的赘述了 这节课重点内容呢 还是 历史地理的 研究内容 我们 要有认识 那 最后还要 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这呢 学习这门课程 我们 事先 要把 以前 在中学学过的 地理知识啊 要 做一下 回顾 现在 中国的正区 还有地形地貌 要 要 有所了解 现今 34个正区 他们的大致位置 相邻关系 是怎么样的 大致的面积范围 这样 要 熟悉 还有就是地形 中国三大阶梯 有哪些高原 平原 和盆地 主要的几条大的河流 怎样一种走向 还是必须要了解的 这是作为我们学习 这门课程的一个基础 还有一些山脉的情况 这里有一张简图 大家这些山脉 要了解 比如东北地区 有大星岸岭 长白山 这里边画的比较简单 小星岸岭没有画上 然后有阴山山脉 阿尔泰山脉 天山 七连山 昆仑山 秦岭 喜马拉雅山 还有 南方的乌山 雪峰山 还有南岭 五一山脉等等 对这些一些山脉的 走向 大致的发展 它的基本状况 基本形态 要有一个概括性的了解 以便于以后知识的学习 好 这些课上到这儿 都看由 寻 Cruz 散